宜蘭縣東山鄉 近年來人口日益俱增 越來越多人想要移居到東山 在政府機關努力打造東山和優美的景致後 生態綠洲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場所 宜蘭在地的建設公司 在東山鄉推出上讚 莊園豪樹層峰雅居 提供購屋居民一處生活機能便利 居住空間舒適的住宅作品 走進上讚莊園豪樹層峰雅居接待會館 這裡詳盡地規劃出 基地未來要新竹的電梯滑下 以及透天別墅的空間樣態 低總價結合高品質的建材和輕優的環境 將會不少首購族以及投資者的最佳選擇 還待過蠻多都市啦 那覺得其他都市對我來講都有一個很擁擠的壓迫感 那來到宜蘭這邊就覺得說這個地方蠻適合人居住的 空氣也好 工作在這邊也還蠻穩定的 所以會來這邊想要做一個資產成家的準備 其實房價還蠻親民的 後來再進來這個接待中心之後 接待的人員也是很詳細的介紹這附近 也有雪區 也有蠻寧靜的一個環境 所以才會納入考量這樣 上站莊園豪樹層峰雅居 是在地建商與金蘭陽不動產公司合作 給予顧客專業售屋服務的優質建案 創造全區最低總價 高生活機能的綠建築別墅住宅 我們的專業就是專門賣整批的預收代銷的房子 通常我們在選擇建案的時候 我們會注重兩個層面 第一個一定土地要很單純沒有糾紛 第二個我們很注重的是建商的信用程度 那個專業 那所以說跟著我們金蘭陽買房子的話 絕對沒有問題 經由金蘭陽不動產公司 專業經理人的詳細介紹與引導 民眾來到接待會館 可以從環境端 從屋礦設計上 了解屋內屋外 陳設和相關設施的佈局 特別是在建材上 金蘭陽不動產 更在招待會館設置了許多重要的食物 包括大門 櫃浴空間 廚具設備 以及外牆壁磚和家裡的地磚等等 民眾有如清零新家一般 可以感受到服務的用心 細緻與溫心 就是外觀啊 裡面啊 都是我們基本喜歡的格局啊 然後跟附近的環境啊 因為以環境的話我們也有討論過 然後就是你看華德福嘛 嗯 對 就是在華德福 對 因為我也是聽他講的 然後他說華德福的好像滿有名的 嗯 因為他的以後 如果小孩子的教育的方面 我們會希望小朋友 就可以像華德福一樣 就是走自然的 然後就是讓他是開心學習的態度這樣子 另外在預售屋的概念上 購屋民眾可以因應自我條件 在購物金與屋礦需求上 彈性運作減少風險 金蘭陽不動產公司 則是提供專業的知識 和簽約前的說明 以及簽約後的進度告知 訊息傳遞的任務 整個宜蘭來講的話 我們以頭層 透天房子大概是20 25萬一坪 總價大概也是一兩千萬 那華夏的話也是三四十萬一坪 以礁溪來講的話 單價也是在四五十萬之間 有的部分便宜一點是三十幾萬 所以買一個套房要一千萬上下 那宜蘭羅東的話呢 透天房子也是在一千五兩千之間 總價 那單價的話一坪也是 二十五萬到三十五萬之間 那我們這個案子 單價十五萬到十七萬 就是它成功的因素 所以這個案子等於是 中服務的價錢 那又做這麼好的這個服務 互換慢慢來很輕鬆 上站 庭園豪樹 層峰雅居 擁抱東山鄉地區 精華的學區優勢 在地理位置 及人文特色和周邊景觀的先天條件 堪稱蘭陽地區 稀有的優質居住環境 在符合民眾的需求 與堅持為購物者把關建物品質的責任上 經蘭陽不動產 課進專業職責與熱誠服務 讓看屋 買屋成為一種享受 從中吸取生活中重要的房宅資訊 1 2 3 2 3 不會! 0 2 3 2 8 1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